蔡倩希望可以代表這些 就是曾經在台大進步的學生們 小生希望可以繼續保護這樣的活動 謝謝 他們剩餘的時間可以讓我把 之前我沒有講完 抱歉 我們這是以登記制的 那就讓下一位 下一位台大學生會 蔡勳婷 大家好 學長大家好 是台大學生會福利補長 然後我代表台大學生會已經 三萬三千名台大學生要展現就好 第一眼 我們台大學生會有文化博物 非常重視文化資產的價值 但他們所提出來的新式證 根本沒有辦法證明那個硬體建築的部分 具有保存的價值 這在去年的文字會議講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今天文字會議推翻這個是 不尊重去年的決議 是荒謬 罔顧自己的專業 第二點 保護這一棟跟照顧喬生權益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一棟和喬喬喬改成入門塔 就算是剛出一種古蹟的重新的使用 重新的作為 但為了要現在建築文化 不讓它自剎 為了讓它有辦法使用 一定會商業化 所以大家只記得入門塔 大家更不記得喬喬喬 所以我們學長會非常贊成總務處 意向保存的方案 意向保存的方案是作為一個沒有商業化的空間 純粹一個紀念館的展演空間 這樣不是很好嗎 今天定定多多 希望文字會可以做出一個決議 是說 在當年去年的決議的意向保存部分 我們怎麼樣在裡面重新放入喬生 喬生權益一些過去的歷史 在一個紀念館中做不就很好嗎 第三點 如果硬要保存這一棟 既沒有辦法達到去年的目的 所陪伴的成本 陪伴的成本是 我們那塊少爺已經保 沒有辦法再發展 學校依然有經費維護 第二第三點最重要的桌列中心 剛剛陳惠神老師也提到說 很多法可以去修正等等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那個法寫得而不是因 其他機關不管你消耗 你消耗會不會給我放的機關 對我來講只有建議性質 根本就不會因為你去變更我的計畫 你這個變更難度非常不可能 那是要陪葬我們33000名台大學 展開後面的學生權益 來照顧所謂這個價值 那這個價值明明就可以用紀念館的方式達成 那這個紀念館蓋下去以後 學校也願意花錢維護 然後整座這個紀念館 不是還給學生一個空間 又我們是價值的意義在那邊 二來後面我們新大堡也可以使用 然後整體台大的東西 都會僵局在那邊 是不是三移的政策 下一位 台大戲劇系萬先生 我現在就讀台大戲劇系三年前同學 我叫萬夢賢 今天代表戲學會來發言 希望各位理解陸米堂的去留是如何嚴重影響 我們戲劇系學生的受教從安全權利上 試問各位關注陸米堂文資團體裡面 大部分人會覺得他是 喬光堂是用來國慶信典或喬委會的活動的地方 然後對於我們戲劇系學生來 他是一個稱之為劇場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用稱之為劇場 因為他是一個很悶熱潮 使到屋頂會不斷漏雪 屋頂會掉下來的地方 然後也有一個舊的舞台地板全毀 但是我們又沒有經費沒有空間 我們只在下面去危險進行教學 以及舞台會者活動的地方 然後我們都很期待新劇場可以蓋好 到底要送走陸米堂迎接新劇場的日子 卻突然出現一群眾識歷史意義的人們說 陸米堂拆不得 我們沒有抹殺各位對於陸米堂深厚的情感 但是我想連戲劇系我們十幾屆學生 在那邊做戲這麼久 沒有那麼多回憶的狀況下 我們都可以好好送走陸米堂 難道現在下面的陸米堂圍樓的狀態 機能詮釋的建物 留在那邊有比校方前提出的 讓他意向保存形式 來得更有經驗價值嗎 我們只要求一個安全 能夠提供戲劇系學生 有基本教育價值的劇場空間 但是如果眼下陸米堂獲得保留 戲劇系學生將面臨重定校園空間規劃 重啟行政程序等等的慢慢闖入 再來就算校地中以其他綠地來補審還品 然後取得了卓蓮執照 在不拆除陸米堂的情況下 由於位於卓蓮地下室一樓的劇場 他的大型階梯疏散空間 將正對陸米堂 所以陸米堂如果不拆 勢必嚴重影響逃生動線 四五百人劇場的人 則疏散了這樣硬生生的受阻 而竹聯中心周邊也沒有可用綠地 來提供替代的逃生方案 對劇場消防安全將會浪漾無存 我們將同樣無法使用新的劇場 不知道各位是否想過 各位以文化保存之名 固守機能詮釋的建物 阻斷的不只是一個戲所未來的發展 而是將來能夠締造自己 貢獻更多的歷史意義及文化價值 台大學生們的創造力 台大系列區的學生僅僅單純希望 而決定陸米堂去留的委員們 願意正視現在活生生 需要生存空間的台大系列區學生 然後還有我們需要被滿足的 基本受教權力 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方孟賢小姐 下一位台大的喬生梁聖宇 大家好 我是台大的喬生 然後今年是二年級 然後在台灣應該是兩年 然後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其實我在這求學兩年期間 我只知道那種建築叫做露雲堂 然後我是經過這一原串的爭議底下 我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喬光堂 然後才了解到說其實喬生 他是為了喬生的活動中心 然後現在的寶塑才是為了 就是紀念喬生對這塊土地的貢獻 那其實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 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餐廳 或者是戲劇系的場地 所以我也不會理解到說 這個就是對於喬生 就是喬生在這裡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 那我再理解了下方的提案之後 我會覺得說搞不好 就是他是立一個紀念館 那我覺得說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說 其實喬生在對這塊土地做了什麼 然後我也認為說 在喬國會發公文去給台大說 就是他其實並沒有提到說 他會後續處理這件事情 或者是後續負責這個處理 那另外一點是 今天喬國會 在二十幾年以來 就不問不問 然後也沒有說就是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在今天此時時刻才說 其實這塊土地 這塊這個建築是要被保守下來 那我覺得是 有點本國島的自分 那第三點是其實 就是保障 保留這個建築物 跟保障喬生的權益 其實是兩回事情 因為喬生現在此時時刻 這個最需要的可能不是 昨天這塊 我們連這個歷史記憶都不知道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 這個形式也沒有達到 那第二點是 今天喬生需要的是 可能是講代表 想助學金 講助學金 或者是 如果說今天在卓越大樓 有一個場地是可以給喬生使用的 那我覺得這對於喬生的幫助 是更大的 而不是說今天 就是 就是 就是耗費很多資本 保存的一個路由 對 好 謝謝 下一位陳秦忠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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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例 這是台大校園 台大一直以 拆舊建築 蓋新建築 然後下一頁 來當作他提升教育的 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要說 底下我從建築的觀點談 安保德給青年建築師的一個封信裡面談到 比起今天一般沈澱於浮顯感覺的青年 你是大有前途的 我相信國論科技圖的進步 人類珍貴的資產也就是瑞士的思想 現在下一頁 縣橋 牛津 哈佛 甘佛 所有的國際知名大學 都是保留老建築 一百多個諾貝爾獎 是這樣子來的 不是台老建築 只會讓你的距離越來越遠 下一頁 我很期待 還在台大一年九十歲 在邁入一百年的這個時候 其實台大的這個建築的一個發展史 就是台灣建築的發展史 從方常大作 這些一兵 爺利大道的建築物 日式建築 包括 包括 橋廣場 包括動作館 包括國中中心 現代建築 其實你在台大 你走完一圈 就是台灣的建築史 我覺得少了路名塔 你看看缺了一個多重要的位置 他扮演的角色 麻煩你再也 他扮演的角色 其實對我們做政權來講 是那個新舊結合的那個困難 你在突破一個發展史的時候 是那個困難 你找到一個可能性 跟找到一個新的視野 所有的國際大師 都是在這個地方被流民的 假如說 路名塔的維修經費這個問題 我倒覺得 現在蓋了一個卓越聯合動機 未來五十年之後 麻煩一下 大家再來看一下 未來五十年之後 假如是這兩棟 大家想要留意中 對我來講 當然是曉光塔 他有開創性 他有故事 所以你現在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思考五十年之後的結果 我其實在網路上看到 他們學生去發現這棟建築的構造 在那個時候要突破規度工房 找到現在建築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光這個建築經驗 就非常難得 值得背保 下一位 吳之寅小姐 各位好 我剛剛有聽見台大學生的一個 對曹光堂的未來 但是我在想這一棟其實不是現在 就如台大學生的喬光堂 他其實是全台灣人民的喬光堂 因為他不是只有喬委會的喬光堂 因為這一棟建築他非常的重要 他的重要性在於他的歷史的脈絡 我們曉得這些就是文字委員 他是對他這一棟建築的歷史脈絡 有非常多的一個著墨 但是我剛剛看到了 我覺得我想要念一下 在1991年的時候 他促成了中華民國憲法 憲法第一次的修憲 國大代表的座談會 1991年 第二個 我們國家的很多的政經文化的決策 國家建設的研討會 都在這個曹光堂舉行 第三個 1979年第一次 第一次 請各位注意 第一次 全國鄉鎮的市區座談會 孫玉璇 孫玉璇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我們最敬佩的人 他回憶說 這一次的會議 是他所有會議裡面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他做修水鍋 建海啤 裝露燈 基礎建設的第一次會議 第四個 多次全國行政會議 其中1980年 在喬光堂舉行的會議 這個是由前總統獎金國 特別指示 基層建設的拓展 尤其對民眾意見的重視 為民服務的加強的維護 你看 我們這個喬光堂 他的歷史不是只有喬文會 他是代表的全中國 而且是行政的歷史 我想這一段歷史 他不是只有台大 台大學生的歷史 是全台灣人民的歷史 這麼重要的 我們難道不能夠修復 他變成一個安全的建築嗎 難道台大的戲劇院的學生 可以再利用 有兩個戲劇的展演所 難道不好嗎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你在下絕境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因為他所代表的是台灣的歷史 而且我們現在是在藍綠爭鬥裡面 我們應該要被所有的歷史 應該都被看見 不是只有國民政府的歷史 只有日據政府的歷史 只有小英的歷史 只有馬英九的歷史 他是全台灣人民的歷史 謝謝 各位代表委員好 我是一個台大戲劇系的學生 我今天想以我的立場說一些話 我們美國熱衷社會運動 因為平時戲上的活動 就已經非常非常的繁重 我們甚至沒有時間參與學校的社團 這次會來到市政府 是因為我們已經被淋入學徑 我們受教權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陸名棚在幾年前被判定為围樓 因此我們戲上的公演製作 被補樓外租劇場演出 距離最近的水源劇場租金太高 我們轉向租卸在捷運台電大樓上進進的 客家戲劇一文中心 但今年又適逢客家演出整修 我們竟然必須到墓障和戲劇學院租界場地 從距離台大出發至少是20分鐘的路程 我認為對於堂堂台灣第一學府來說 到處租界場地公演成為慣例 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不只是沒有場地公演 因為校方緣分預定在7月中旬拆除木棉堂 以歷後續昨年大樓的興建 我們將整個木棉堂儲存的道具器材 全部搬回戲上 把戲碗塞得只剩下一公尺的空間 勉強讓人行走 現在戲劇戲不只沒有表演場地 沒有儲藏空間 連課程所使用的教室都被壓縮了 諾民堂現在斷水斷電 在新的劇場啟用之前 我們有將近10門介紹的課程 沒有場地上課 犧牲課程 影響我們受教訓 同時我也想請問 其他今天要維護 洛普棠歷史記憶的人 你們要維護的是誰的記憶? 全台灣人民的記憶嗎? 難道我們的記憶都不算數嗎? 從1968年到1996年這個空間 也許經歷了很多很多值得紀念的時刻 但1996年到2018年沒有嗎? 當這個地方年99面臨拆除或是整熟的問題的時候 1996年到2018年你們在哪裡? 當然是因為沒有人就算在乎這裡 沒有人真的想在這十幾年前跟露民堂 有密切的接觸 沒有人在乎戲劇戲學生的權益 我不否認就是有歷史的空間 也不否認這樣的建築有它的美 可是今天的討論無論如何進行 決策是不是可以不要犧牲台大師戲劇戲所有生存的權益? 目前對我們來說最直接的影響 就是如果選擇保留露民堂 你後面的施工逐漸完成的教學大文環品計畫 都需要重新規劃 你從所興建的新劇場時又更會遙遙無情 如果某一位代表所言 轉移 融融機率 要讓戲劇戲沒有劇場多久 我們要沒有家多久 謝謝 下一位張炎毅先生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這個案子的偵辦人 其實我覺得政府計畫 現在很多東西都是沒有一致性 譬如說偵辦人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認定他不具補據價值的 然後投票數是四個委員贊成 拆掉一個委員贊成保留 那今年的會議紀錄 剛好顛倒是三位委員贊成保留 兩位委員贊成拆除 我會認為說如果說真的要以屬人同的方式來算的話 我會認為建議再辦一次 因為去年看過的時候已經都已經決定了一切 我們這個案子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去年其實拆照同意以後 我們半個採購大概跨了快一點的時間 當我們正在執行這個案子的時候 又被停止下來 我很怕說如果說紀念國沒有再 就確定還是可以拆除的話 如果要再拆的話 他在一年內又提出這個保留案子 但是會變得沒有完沒了 第二個我覺得其實只有主婦才知道家裡的負擔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台大的養護費用其實是非常的少 我們每天各系所的修繕都已經處理不了 如果再加上這一棟 他未來的維修費用可能超過八千多萬 我們可能到時候會排擠到其他系所的一些經費 然後我想要了解一下說 我們其實每次都有被指定補區 目前台灣有沒有所謂反指定補區的案子 因為其實被指定以後只有紀錄 變成一條不歸入 然後在文化資產保存法 事情細則第十四條 前項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移子 此即文化景觀系自然的景觀類別者 應憑屋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指定登陸範圍是影響 這個案子其實對台大影響非常大 然後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說 我們這次台大的代表只能有四位進場 可是提案人有八位 所以我會認為說其實這個 這個權責區分也這種思想 因為不過還好 我們學校還有一些學生 學生代表願意提升出來 站出來講一段話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所有全單位台灣大學 需要幾個米歸詞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截到兩邊 這麼多的布局 可以截到兩邊 如果有的話都可以截到你 你們可以截到你 化妝檔 有什麼把�子抗爍的 有什麼把褟碗 你有什麼把蟑融敘還要扛到你 你我撥到它 你我撥到你 幫我插牆 這是這個 我可以帶回頭嗎 是 主席 各位主席 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大的總長 今天代表台大的師生 來跟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台大的校長的態度 當然這個我個人當然覺得 路名堂其實是保養OK沒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在哪邊呢 因為它影響到我們現在既有的使用指導的取得 當初因為走了很永長的一些相關的法科 說我們有建築的預建築標上的問題 預製的問題 這些問題就是我們走完這個指導之後 因為它需要才可以攀取得這個指導 所以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是相當大的影響 這個不是只是單紙指標普及問題 我個人當然覺得它當然有它一個價值 我等一下我會把我的道理給它處理一下 那我們現在能夠 我覺得我們要取得雙明的機會的話就是 我們如果能夠某種程度的保留 不要全面的拆除 那同時呢市政府需要幫我們解套 我們怎麼可以讓後面的東西可以往下走 如果一切照不明來的機會方式走完 這種長兩三年的這個時間 是完全不符合時期的 我們國家太多這種反反覆覆的風景 我這樣幸福不了 我個人看的其實 個人的小時候看的非常非常痛心 有這樣的情況的發生 所以我今天台大律場也是一樣 如果真的就要保留 我們是不是有個德中的方案 從保留它 同時讓我們的這個新的大樓 能夠順利的這個取得 那至於說這是我們相關的一個地理位置 我們就不再去多動作 那我們為什麼要蓋這個昨天的大樓呢 就是因為我們既有的空間的一些空間不足 它整修相當貴 那我們的這個結構安全的公平度 有這個耐震的隔離問題 因為這樣我們才會去建立這個新的這個部分 所以因為這些討論裡面 我們已經把它一個長期的效應的規劃 我們也通過了市政府的建造取得 取得可以蓋這個昨天大樓 同時我們也取得了這個陸營堂的拆除執照 所以這一些走的